我的父母很有名 可我只能在电视上看见他们 他们奔走在战争的第一线 说环境危险 将我丢给了乡下的奶奶带 可后来 他们却收养了同事的女儿 把她带在了身边 将对我的亏欠全都弥补给了她 她成了他们的宝贝 不需要隔着冰冷的屏幕 就能带在爸妈身边 等后来 他们终于想起我的时候 我却早在一场高烧后 彻底遗忘了对他们的感情 林妖 我生病了 不太严重 但是持续了很长时间 起因是我和爸妈的养女打赌 看谁能最快爬到山顶 赢了的人可以要求爸妈 去为她开家长会 当我卯足了全力 迎着尘封露水登顶的时候 却看见爸妈和养妹一家三口 笑盈盈的搭着帐篷 准备拍照记录日出 看见我来 养妹笑嘻嘻地开口 她说 我只说比赛谁先到 又没有说用什么方法到 她说 叶盈 你还没弄明白吗 同样的路 你要到达目的地 只有通过自己的双脚去走 可我却有爸妈的托举 从一开始你就是输的 举着相机的父母站在她的身后 听见我们的对话 也弄清了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有些尴尬 刚想要招呼我一起去看日出 却见我已经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开 让她走 身后传来妈妈愤怒的声音 她怎么就不能够像瑶瑶一样懂点事 要是她像瑶瑶一样懂得亲近父母 不要整天冷冰冰垮着张脸 我们怎么会忽略她 听到这话 我禁不住觉得有些好笑 爸妈只说我从来不懂得放软姿态 从来不懂得亲近讨好他们 没人叫过的是我又如何能会 回到家后我便病倒了 明明只是受了一点风露 可我却发起了高烧 整个人昏沉没有半点力气 在彻底晕过去之前 我打电话帮自己叫了救护车 随后便陷入了黑暗之中 在婚礼的那段时光里 我又看见了自己的童年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总能在电视上看见我的父母 也只能在电视上看见我的父母 他们是文明全国的记者 校园情侣志同道合 毕业后为了共同理想 本跑在各类重要新闻场合的第一线 后来他们更是主动申请出国去往了战地 在那里和饱受战争摧残的难民同吃同住 临别前他们留下了一张照片 画面中的我上在墙堡中 被笑容温和的男女一起抱在怀中 一家三口幸福地相依偎在一起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 这是我有生之年最后一次被父母拥抱 也是这一次 曾让童年的我无数次懊恼和垂胸顿足 恨自己为何不能再早会一点 这样我就可以知道 在父母怀中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那一定是值得我此生都铭记的体验 可惜这一切都没有如果 那个年代的通讯还不算发达 我被塞给了独居在乡下的奶奶 老人家不太会用爸妈给她留下的小灵通 每个月初都会拄着拐杖 走十几里地区镇上的邮局 看看有没有给我们祖孙寄来的信 等我年岁在大典 她就带着我一起 每次出门前 我总是会将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裳套上 再在奶奶给我书的黑亮的麻花便上戴两朵花 我以为爸妈是可以通过信件知道我的 所以我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去看他们 可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信 直到小学三年级 语文老师布置下来给妈妈写一封信的任务后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信件是单方面寄出的 我的父母并不会突然现身在邮局里 听我跟他们讲自己有多想念他们 好在没有信件 却还有电视 爸妈多年身在国外 已经七八年不曾回家过年了 偶尔 他们会托人来老家给奶奶家里添这些电器 那台45寸大彩电在家里落地的时候 引来了村中许多人围观 奶奶也不客气 招呼大家进屋一起来看电视 装好了天线后 电视一扭开 正好撞上晚间新闻 西装革履的主持人说了几句话 画面一转 一对穿着朴素的男女手持话筒出现在了屏幕上 那一瞬间 我的眼神亮了起来 新闻画面里的人是我的父母 他们在战火的硝烟前 严谨一概地介绍着当地的情况 并且呼吁全社会对这些饱受无望之灾的难民伸出援手 我看着他们比相片上沧桑许多的面容 整个人痴痴地走到电视机前 爸爸妈妈我仰着头 大声呼唤着他们 却得不到回应 02 从那之后 看新闻成为了我雷打不动的爱好 新闻里不会天天有他们 可没没有了 我便总能在当天的夜里做一个好梦 梦里爸妈将我带在身边 我可以和他们一起去探险 他们会将我抱在怀中 揉揉我的脑袋叫我宝宝 后来我升入初中去了镇上读书 那时候手机已经开始慢慢普及 某天放学后 我从奶奶床头的柜子里翻出那个许久没能开机的小灵通 重新给她冲上电 从通讯里找出那个写着父母名字的号码时 我的心跳声不受控制的鼓噪起来 电话没能拨通 小灵通已经欠费很久了 后来我又攒了许久的钱 日日墨背那串代表着父母的数字 终于在我生日那天 我将十块钱给了门口小卖铺的老板 借他手机给那个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 就在我以为不会有人接时 那道日夜萦绕在我梦中的温柔男生响了起来 爸爸 我兴奋地喊着他的名字 告诉他 我是宝宝 可他沉默了好久 似乎根本想不起自己在故乡 工作忙 之后再联系你 你在老家要好好听外婆的话 说完他不带我回复 便直接挂了电话 我捧着被我耳朵上的温度轰得暖暖的手机 心头有些失落 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和我的父亲对话 孩童的直觉其实是敏锐的 就在那一天 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我的父母 并没有理所当然的像我想念着他们一样想念我 从那以后 我还是改不了在电视机前等新闻的习惯 只是等待的时候 再也没有往日的那般激动了 曾经 我幻想着自己是被爱着的女孩 以为爸妈也想要通过屏幕看见我 可现在 我终于明白了 他们好像不爱我 我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因为分别时间过长 没能留下多少印象的陌生存在 03 转机出现在我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的我归了大学能够进入新闻行业 整日埋头苦学 高中要住校 我自然没了每天看新闻的机会 某天下自习时 看见奶奶拄着拐杖站在班门口 她还特意换了身心衣裳 一见到我 便激动地开口 宝宝 你爸妈回来了 我们去接他们 那一刻 我手里的书本掉落在地 整个世界只剩下耳鸣式的破空声 我要见到爸妈了 他们终于不再是 只存在于屏幕里的冰冷形象 我可以扑进他们怀里 向他们撒娇 也可以拉着他们的手 坐在他们身边 将这些年我得到的奖状 一一拿给他们看 我生长于乡下 什么才艺也不会 这些表彰我年年考第一个奖状 是我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 我想知道 他们会不会为我骄傲 我跟着奶奶匆匆赶往车站 等待的时间里 我理了无数次自己的头发 又悄悄买了包丝纸巾擦脸 就着车站座椅刚制扶手的反光 一遍又一遍地整理自己的仪容 心里不断懊悔着 应该先洗个头再出来 我害怕自己 留给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不好的 可又觉得 对方既然是我的父母 就不应该嫌弃 那时候我已不如青春期 懵懵懂懂的自尊心 早已生根发芽 我想 爸妈小时候那么冷落我 等见到他们 我也要表现得矜持一点 这样才算和他们扯平 我和奶奶终究没能等到爸妈 在车站坐到后半夜的时候 爸爸的朋友来找了奶奶 他说爸爸给他打了电话 说他们人在首都落脚 只待一周 等事情交接完了又会出发 没必要回趟老家 他们让我们不用等了 我正正地听着这个消息 头脑昏昏沉沉的 只觉得他们确实会这样做 只是心中对他们多了一份敌疑 我想 奶奶年纪大了 连我都知道孝顺她 他们却让自己父母的期待 一次次落空 或许他们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美好 或许 他们连我都不如 回去之后 我发了一场高烧 在我生病的期间 我从来探望我的叔叔那里 打听到了他们这次回国的缘由 他们一直在的战地 彻底被炮火毁灭 那些袭击来得太突然 记者们撤走慢了一步 许多人负伤 我爸妈更是为了在第一时间 记录炮火下的城市 强行拖延到了最后 他们两人最好的朋友 也名跟随着他们出生入死的摄影师 也因此丧命 他们背负着有人的性命和期望 因此更不愿意停下脚步 在回国休整后 又很快整装前往战火第一线 四是为了表达愧疚 他们突然对我和奶奶 各自买了新手机 还主动给我打电话来 只是我们之间确实陌生 电话打通客套了几句 便再没了语言 挂断前 爸爸让我努力学习 说爸妈都在前方等着我 可我的注意力 却都在他们话筒里 传来的小女孩那声清脆的 爸爸 是的 他们收养了同事的女儿 那个比我小五个月的姑娘 非常可怜 她叫苏瑶 很小的时候 妈妈就去世了 现在又失去了爸爸 我父母将她接走 战争残酷又危险 他们却将苏瑶带在了身边 零四 后来或许是实在心疼苏瑶 为了确保苏瑶 能够幸福安全地长大 他们回了国 不再当记者 而是各自找了份体制内的工作 在市里定居下来 他们用这些年攒下的所有积蓄 供养妹妹 给她最好的教育和家庭氛围 从头到尾 都没有人再想起来 被遗忘在乡下的母亲和女儿 慢慢的 我心中关于父母的那些美好猜想 开始消散 我不再憧憬了他们的爱 曾经被我放在心中 首位的新闻专业 被我从计划中消去 奶奶健壮 也常宽慰我 她说 不管怎样 奶奶永远喜欢宝宝 所以宝宝要好好对自己 宝宝爱自己 奶奶才开心 我在学习上越发刻苦 想早日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奶奶过上好的生活 可天不遂人愿 高二那年 奶奶出门买菜时 踩中了门口的水洼 摔了一跤 她谁也没告诉 照常一个人生活 甚至还在电话里承诺 等我放月假回去后 给我做最喜欢的红烧排骨吃 可是还没有等到放月假 我就见到了 回乡处理奶奶丧事的父母 他们站在校长办公室门口 身后还跟了一个 小麦色肤色的女孩 一见到我 她便冷哼一声 别过了头 她真的很自信张扬 喜怒全写在脸上 倒是我的父母 那对穿着体面的中年男女 站在我的面前 我们相对无言 分为陌生又尴尬 直到他们告诉我 奶奶去世了 他们来接我是遵从奶奶的遗愿 要将我带到室里面去抚养 那一瞬间 整个世界似乎崩裂 我忘了自己是如何哭喊着上前 求他们带我去见奶奶 可最终见到的 也只是一方冰冷的墓碑 他们理所应当的安慰着我 说没有奶奶 以后还有爸爸妈妈 他们安慰的话 像在念台词一样 生疏又僵硬 被他们收养的苏瑶 就在后面朝我做着鬼脸 爸爸妈妈又不欠你什么 我跟爸妈在占地吃苦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里享福呢 她看起来很是不平 在后面嘀咕了这样一句 就是这一句 彻底点燃了我的怒火 我不顾父母的阻拦 冲上去打她 中间好几次 父母想要将我们分开 却失败了 一直到苏瑶被我硬生生扯下了一撮头发 尖叫声滑破寂静的墓园 啪的一声 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那个向来以书名美名 被人称赞的妈妈 有些愣神地看着自己的手掌 再看向我红肿的脸颊 后知后觉的想要上前来抚摸我 被我侧过头避开 在我的身后 奶奶和煦的笑容 被印在了黑白的照片上 我终于意识到 在这个世界上 我彻底是独自一人了 我虽然找回了自己的父母 但他们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女儿 他们将对我的愧疚 全数弥补在她身上 到最后 他们甚至为了她来伤害我 不要期待他们了 也不要再爱他们了 从今以后 好好爱自己吧 梦中有一道苍老又慈祥的声音响起 温柔的语调 是那么让人觉得熟悉 他说 他们不懂事 他们把最好的宝宝弄丢了 他们会后悔的 我忍不住颤了颤眼皮 一滴泪从眼角滑落 05 在醒来的时候 我只觉得心口空空荡荡 曾经因为渴望父母的爱儿衍生出来的 所有情绪禁数消失 我比任何人都平静 见我醒了 茶床的护士姐姐露出惊喜万分的神情 你终于醒了 你都昏迷了四天了 她说着 就要去给我父母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 她回来了 脸上带着些尴尬 你妈妈刚才还在的 这会儿应该是有什么急事联系不上 晚点她应该就会过来 我知道是什么事情 今天有苏瑶的家长会 高三之后 我们两个之间卯足了净比拼成绩 终于 在上一次诊断性测试中 我拿走了苏瑶一直以来所占据的第一名 可苏瑶说 就算我考了第一也没用 爸妈不会重视的 他们照样只会去参加苏瑶的家长会 我心中一时不服 才和她有了爬山的比试 现在想起来 不过是些没有必要的义气之争 父母的爱是虚无缥缈的 可知识却是实打实的 我已然拿到了想要的名次 没必要和苏瑶再去比什么 傍晚的时候 妈妈终于来了 护士在半小时前才打通她的手机 她敢来得很匆忙 手里还提着一盒蛋糕 她或许是有些心虚和愧意的 可是当护士告诉她 我已经自己提前出院了 扑了个空的母亲 脸上的愧疚瞬间转化成愤怒 我没有手机 不能打车 身上也没有坐公车的零钱 只能徒步往家里走 母亲开车在半路追上我是很容易的事 还来不及将车窗彻底摇下 她愤怒的声音就已经传来 叶盈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你到底有没有礼貌 放自己七妈鸽子 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 我一直在等你 我平静地看着她 我身上没有钱 你们只帮我交了看病和住院的费用 我很饿 买不了吃的 只能先回家 像是想不到我会这么说 她文言微微愣了神 随即才别过脸 叫我上车 我顺从地坐了上去 她在前排有些别扭地开口 我有些事耽误了一会儿 给你买了礼物赔罪 你总不至于为了这点小事 跟父母生气 我文言 平静地扫视了一圈 最后视线落在了蛋糕盒上 是妹妹最喜欢的牌子和口味 看来她今天表现不错 这是给她的奖励吗 像是被戳中了心事 她深吸一口气 又要爆发 却在抬头的那一瞬间 从后视镜里 对上我淡然无波的眼神 没有从前的委屈愤怒 只是平静地叙述这一件事情 小莹 她有些记忆不定 出声喊我 我也只是勾勾嘴角 露出一个公式化的微笑 等回到家里时 医院那边 应该已经把白天发生的事情 跟爸爸说过了 在饭桌上 她难得地数落了妈妈 让她以后不要只顾头不顾尾 说完 霍西尼般开口 这件事是爸爸妈妈不对 小莹不要生气了 爸爸妈妈以后一定改 她的声音里 透露出来一点心虚 从头到尾 都没有人在提我生病的原因 他们想就此 将这件事粉饰过去 从前的我 或许会觉得委屈 可现在我只想多一点时间 用来学习 没必要和无关紧要的人 在争论 不会 我平静的声音传出 无关紧要的人和事 当然不值得我去生气 我在他们审视的目光下 慢条斯理的进食 没有再去替他们 准备饭后水果 也没有想要为谁 捏腿揉肩 转身上楼刷题 等到九点多的时候 敲门声传来 小莹 你现在有空吗 要和爸爸妈妈聊一聊吗 爸爸小心翼翼的声音 从门口传来 这是我搬过来后 从来没有过的待遇 我皱着眉 看向笔下的物理题 忍不住择了一声 不用 最后 我礼貌地回绝了他们 我拒绝了他们 可他们反而执着起来 一定要和我谈一谈 我知道 他们是以为 我在为自己受冷过生气 以为哄一哄我就好了 可渐渐地 他们开始慌了 因为他们发现 我好像真的完全不在意他们了 06 我不再早起为他们 准备最爱的早餐和茶点 只为了能够 在每天的第一时间 同他们道一声早上好 从前 他们常说 我态度生硬 不懂得如同苏瑶一般 向父母讨巧卖乖 可我对他们的好 他们又实打实地接下 就像如今 他们早上看见我 还是会下意识 将手伸向茶杯 尽管那里面 早没有我费心 为他们泡好的 手末咖啡和花茶 他们将我的行为 归结为赌气 好几次想找我谈话 却被我拒绝 反复数次之后 他们终是心虚起来 从来只送苏瑶去上学的爸爸 近破天荒询问我 需不需要他接送 我没有拒绝 高三的节奏本来就紧凑 我不想将更多的时间 浪费在挤公交上面 倒是苏瑶见我能上车了 开始耍脾气 拒绝去学校 到最后不得已 变成了爸妈各自送一个 妈妈现在工作的单位 和我们学校不顺路 她接送苏瑶几次后 开始迷离暗里 在我面前叫苦 我没再想从前一样 懂事让步 只当没有听见 久而久之 她看我的眼神 越发不满起来 可我早就不在乎 她对我的看法了 不用再讨好他们之后 我的生活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宁静和放松 某一天 苏瑶拒绝了妈妈的车 吵闹着要爸爸送她 她以为 凭妈妈这些天来对我的不满 一旦爸爸不送我了 妈妈也一定会甩手不干 到时候 我就只能走着去学校 可是妈妈却一反常态的 没有说什么 只是黑成的脸叫我上车 那一刻 苏瑶眼底的那抹窃喜 化作惊慌 我一同样感觉到惊讶 那天去学校的路上 妈妈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以至于走神不小心 追尾了前车 当那满身肌肉 看起来颇为凶神恶煞的车主 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 她肉眼可见的慌了神 如果不是为了接送我们 她其实很少开车 此刻出了事故 便禁不住有些慌神 就在她手足无措的 要给爸爸打电话的时候 不想被过多耽误时间的 我从车上下来 平静地拿过手机 致电给保险公司 然后上前与被追尾的车主 进行交涉协商 整个过程 她就在旁边看着 好几次欲言又止 万幸的是 彼此从前在村里 仗着我和奶奶一老一幼 经常来扯皮的无赖 这名车主显得很好说话 最终 这场风波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而莫堵了全城的妈妈 从那时起 看向我的眼神中 从一开始的不满 逐渐变得欣赏起来 当天晚上 她在餐桌上 主动将这件事情 讲给了爸爸听 后者文言 也对我的处事 不禁大家赞许 他们毫不吝啬地夸奖我 给我夹菜 顺道关心了 我在学校的近况 可我并没有兴趣回答 我将碗里那些烫家来的 苏瑶爱吃的菜 挑到一边 门头吃好了饭 随后在一家三口难看的神色里 平静地放下碗筷 转身上楼复习 可这样的疏远 并没有打击到他们 他们反而对我更有兴趣 在发现了我的一个优点后 他们就像是 打开了潘多巴魔盒一般 藏不住对我好奇与探究 从前他们觉得 无目呢又无趣 不愿意与我多相处 可如今越是关注我 他们就越能发现我的优点 我成绩优异 为人上进 乐于帮助同学 在集体之间向来有好名声 我爱干净 会把屋子收拾得整洁明亮 炒得一手好菜 甚至还会编织和种植 这些从前 我在乡下时 为了能和奶奶生活得更好 而学会的技能 令他们感觉到 新奇又惊喜 于是在他们眼中 我的目呢变成了沉稳 无趣变成了懂事 他们无时不刻观察着我 正如当下 我妈看着我手里 拿着的厚重具相册 发出惊喜的声音 在这本相册里 有他们身为记者 每一个被纸媒记录下来的瞬间 这些流影 被细心单独剪裁出来 正而种之地 放进已经泛黄的塑料保护膜之下 伴随着这些年来纸媒的没落 有些图片 就连归国的他们 也未必再找得回来 可现在 却都一样不落地 被保存在相册之中 小莹 这些都是你专门 为爸爸妈妈收集的吗 妈妈的声音有点哽咽 她看起来很感动 伸出手臂 想要上前拥抱我 被我侧身避开 像是没料到 我会是这个反应 她有些尴尬地站在原地 抬手擦擦泪 随即眼神又亮起光来 似在笃定我如今做的这一切 也不过是一个去爱的孩子 想要引起父母关注 所使用的手段罢了 转头便兴冲冲去找爸爸分享 他无意窥探到的 为他们准备的心意 可他不知道 这本相册 是我要拿出去丢掉的 三天后 他和爸爸在小区门口的废品站里 看见了那本相册 当他拿着那本相册 怒气冲冲来找我询问时 我只是平静地开口 本来是直接扔在垃圾桶里的 结果被人捡了 下次我扔圆点 一句话 将他这阵子积压已久的怒火 彻底点燃 时隔一年 他再次朝我扬起了手 却被爸爸及时拦下 我们出去说 爸爸极力安抚着妈妈的情绪 将他带走时 他朝我看了一眼 我没理他 只是回屋继续背诵英语单词 零七 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商量一场 自那之后 他们对我越发关注上心 这也引得苏瑶不满 他闹了许多次 希望爸妈的注意力 能够回到他身上 可效果并不太好 反而是他自己的成绩 逐渐被拖垮 他其实脑袋很聪明 只是从前他就连学习 都是要爸妈轮流哄着 才肯好好配合 如今心思一跑偏 成绩直接倒退千里 终于 在距离高考 还有三个月的时候 爸妈察觉到了他的退步 那天 苏瑶是哭着 被从学校领回家的 他的班主任 找了妈妈去学校谈心 言语中 尽是对苏瑶现状的警示和敲打 从前妈妈作为苏瑶家长来学校 收到的都是荣誉和褒奖 像这样被驯化 还是头一次 他自觉丢进了脸面 忍不住说了苏瑶几句 而苏瑶从他无意识出口的那句 你怎么就不能像叶莹一样 懂事让人省点心开始 就一直哭个不停 妈妈慌了神 只能先将他带回来 一回到家中 苏瑶就冲进我的房间 发疯般将我的东西扔了满地 我回到家中的时候 看见的就是这样满目狼藉的场景 见到我 苏瑶刚平息的情绪再度爆发 你走 你走 你才是外人 我和爸爸妈妈在枪林弹雨里 艰难求生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在哪里 凭什么你能一直想服 他红着眼睛朝我嘶吼道 像一只捍卫领地的狮子 竭力想要赶走入侵者 瑶瑶 爸妈看着他 不知道说些什么 最后竟然将哀求的眼神投向了我 他们在哀求我什么呢 希望我说些软话 哄哄苏瑶 还是希望我低声下气 就此承认我才是这个家的外人 我看向到了此时 还想将问题抛给他人的父母 忍不住从心底冷笑出声 是了 就是这样的人 才会只顾着追寻自己的梦想 将年迈的母亲和幼小的女儿 丢下乡下不闻不问 就是这样的人 才会因为自我感动 对着收养来的同事女儿 无限纵容 让她在最应该受到管教的年龄里 被纵容得无法无天 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的人 天真又懦弱 在身体最深处流着自私又凉薄的血 他们或许是一对好的记者 却绝不是我应该崇拜的人 奶奶 原来你没有说错 他们并不值得我去爱 那些爱我应该留给自己 我没有再说话 跨过满地的王级 俯身拿出几件最常用的衣物 日威收成好之后 便转身朝门外走去 小营 你要去哪儿 妈妈在身后喊出了声 我去住校 这一次 我没有再回头 我说 苏瑶说得对 这里从来都不是我的家 父母也并不是我的父母 我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一直默不作声的爸爸 这会儿却声音大了起来 我没有理会 快步离开了家门 小营 身后的妈妈追了上来 头一回 她对着我说话 连声音都在颤抖 似乎她也感觉到了 这次离去之后 我将与她们再无瓜葛 像是害怕听到我的回答 不带我说话 她声调陡然拔高 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 觉得爸妈从前忽视了你 可是爸爸妈妈已经知道错了 我们也在改了 无论是瑶瑶还是你 你们都是爸妈的女儿啊 为什么就不能和平共处 不能 我斩钉解体的开口 是你们纵容了苏瑶的贪心 是你们自己 在两个女儿之间拎不清 有你们这样的父母在 我们永远也不能和平相处 她面上的血色 在听了这话之后 瞬间褪去的一干二净 这是她头一次 从我的口中 听到这样直白尖锐的话语 她念诺着唇绊 似乎还想要说些什么 却被我直接打断 我说 如果可以选择 我并不想做你们的女儿了 你们还是像之前一样 只有苏瑶一个女儿就好 说完 我再不等她反应 直接转身离开 这一次 我走得很轻快 那在孤独压抑的时光中 渴望了17年代 曾经化为枷锁 将我束缚 今朝终得解脱 往后的时光 你要爱自己 我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道 我要连同奶奶 对我的那一份期待 更加精彩地活下去 08 住校这件事办得十分顺利 我只需要告诉老师 我想要专心在学校复习 作为年纪里 仅有的几个青北苗子 校方很愿意为我提供便利 我的班主任 更是恨不得 把自己的教师宿舍都让出来 不用再每天回去 受那家三口的折磨 我的复习效率变得更高 整个人专心投入知识的海洋当中 时间越是临近 我对那场即将到来的考试 就越发有信心 倒是苏瑶 在我从家里搬出来后 他并没有重新变得开朗起来 整个人反而更加阴郁 某天下课 他在宿舍楼下拦住了我 看向我时 眼眶通红 你赢了 爸妈现在天天在家里念你 他们还怪我不懂事 把你逼走 你现在生事很得意 他说着 声音都变得哽咽 叶盈 你凭什么呀 那些年在国外陪他们受苦的人的 说我 就算你是亲生的 也没资格夺走爸妈的爱 我记得领养你之后 你们只在国外待了两个月 而且当时你所在的战区 大后方非常和平 根本不存在你常说的死亡威胁 见状 我忍不住出声打断了他 我说 你只记得自己当初受到的惊吓 却看不见他们为了你能健康长大 连最重视的记者职业都放弃了 永远只在乎自己的感受 忽视他人的付出 从这点上来说 你们很相配 是天生的一家人 你懂什么 文言苏瑶朝我大吼出声 我妈没得早 我爸把我丢给亲戚 就去了战区 这些年来 我寄人篱下 受尽眼色 好不容易才又有了一个家 有肯爱护我的父母 可你一出现 就毁了我的一切 他看起来崩溃极了 站在原地哭号出声 而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告诉他说 如果再继续放纵下去 毁掉的只会是自己的未来 他听不进去 依旧哭红了眼睛 说自己连家都快没有了 还要什么未来 文言我没再多说 绕开他准备回宿舍里 临走时他拽住了我的衣角 抽烟着要我发誓不再回去 就当我求你了 叶莹 他们现在心里只有你 每天在家里 看见你和你有关的东西 就会哭 我承认我不如你 但我真的很害怕 你别再回来了 我低头看着蹲在地上的他 这副低声下气的模样 无法再将其与当初见第一面时 那个自信明媚的少女联系起来 苏瑶说的对 我父母他们确实后悔了 这些天来 他们不断地给我打电话 甚至跑到学校来找我 他们拿着那些从家里翻出来的 从前做给他们的礼物 或悲痛或惊讶 他们惊讶于我的巧思与才干 悲痛于再相见时 我连开口叫他们一声爸妈都不再愿意 后来我不堪其扰 找来班主任求助 我向班主任说明了我的家庭情况 学校很重视 派人去和我父母交涉了几次后 他们果真不再来 而苏瑶也如他所说的那般 只要爱他的家 不要未来 高考临近 他心思丝毫没有回到学习上 每天只想着如何在父母眼前刷存在感 他的老师都已经放弃了他 就连父母也做好了让他复读的准备 可苏瑶觉得无所谓 而今的叛逆让他尝到了甜头 爸妈天天围着他转 眼里心里只有他 他于是变本加厉的叛逆 弄得家长和老师都对他心里交瘁 对此我无法点评 毕竟人格有命 很快高考来临 我一路稳定发挥 走出考场的时候 只觉得浑身轻松 考题在我眼中并不算难 曾经我为了弥补 镇上和市里的教育差距 在无数个日夜疯狂刷题 如今一切都有了回报 我对自己的成绩很有把握 足够我去千里之外 独奈所人人向往的顶尖学府 苏瑶那边却是一片惨淡 他数学那颗交了白卷 爸妈从知道后就不住地哀声叹气 他们如今从心里真正感觉到了后悔 也越发思念我 他们越发急切地催促我回去 这一次我没有拒绝 09 我需要回家收拾我的东西 有些话也需要当面说开 行李真正收拾起来不多 一个箱子装完 里面有一半都是关于奶奶的回忆 我上小学时 他给我支的毛线手套 第一次拿奖状时 他给我买的田字本 还有当初他去镇上来回走上三十里路 给我带回的故事书 装装渐渐 都是我曾经被好好爱过的证明 走了就别回来了 生怕我多拿东西 全程盯着我的苏瑶 幸灾乐祸地说上这样一句 可那对夫妻却在我要离开时挽留我 一起出去吃饭吧 爸爸说 就当是给我们一个赎罪的机会 给我们讲讲奶奶的事可以吗 我沉思一会 没有拒绝 吃饭的地点定在森林公园 这是一次室外野餐 忽略掉各自迥异的神色 我们就像最寻常的四口之家一样 坐在了一起 眼见大家情绪都不高 爸爸主动打开话题 他说的是 当初奶奶砸过麦铁 在他工程村里 唯一一个大学生的事 我出身农村 却被他托举成才 你奶奶是个很好的人 因为他我才有勇气和信念 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回忆起那张慈祥温暖的面孔 他眼中泛起泪光 声音也有些哽咽 低头一口又一口地闷着酒 可我却直接戳破了他 这副伤感的伪装 他将你托举成才 你却将他留在农村 你有了追求理想的勇气 却给他一个老无所依的晚年 你是我见过的人中间 最虚伪的一个 我站起身来 低头俯视着他那张 因为醉酒而涂红的脸 从很久之前 我就在愤怒 愤怒奶奶的遭遇 愤怒他们生而不养 只是后来对父爱母爱的渴望 又压过了这样的愤怒 直到那场高烧 烧尽了我对他们的感情 如今我终于可以大声说出来 我说 你们既不配为人父母 也不配为人子女 我为自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感到羞愧 小莹 你怎么可以这样 跟爸爸妈妈说话 我妈惊呼一声 也跟着站了起来 她想上前劝我 却被爸爸伸手拦下 小莹说得对 说得对 我不是个好父亲 也不是个好儿子 她摇摇晃晃的起身 目光挨个从我们脸上掠过 最后定格在苏瑶的脸上 莫得放声痛哭起来 哪怕被困在乡下 她依然把你养得很好 你那么的优秀懂事 可我呢 我砸上所有资源 许多事 已经令她身心俱疲 此刻她纵情哭着 全然不顾苏瑶 已经变了神色的脸 在发现母亲 也默认了父亲的话后 苏瑶冲上前和他们争执 我想说的话已经说完 趁乱转身离开 才刚走几步 就听见身后 传出女人的惊呼 一回头 原来是装着烤落的炉子 被打翻 火苗顺着同样翻地的油壶 瞬间窜高起来 几乎是下意识的 我跑去最近的消防点 取来灭火器 等回去的时候 父母也已经醒过神来 开始有条不紊的灭火 我们无声配合着 一场可能会蔓延至更大 带来严重后果的大火 就这样有惊无险被扑灭 最后一丝火苗熄掉的时候 父亲的面上已经布满灰痕 可他并不在意 只是目光炽热地看向我 真不愧是我女儿 永远能和我们并肩作战 他回想起了 从前和妈妈在战区的时光 浓烟惊动了护灵 他们报了警 再去被案的路上 他不止一次想坐到我身边 被拒绝后 灼灼的目光落到我身上 看起来很有些话想同我说 我没有理会他 在事情结束之后就要走 可他们却极力挽留我 爸爸说 小莹 你留下 爸妈的全部以后都是你的 妈妈说 你不是马上要填志愿了吗 爸妈可以帮你参考 送你去更好的大学 你想学新闻专业 以后爸妈的人脉也是你的资源 爸爸又说 你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 已经太大了 我们以为你已经定性了 直到这段时间 才去真正了解你 越了解你 我们越是感到惊喜 你不服输的镜头像妈妈 理智冷静的样子又像爸爸 你是我们的女儿 是上天送给我们最惊喜的礼物 见我不说话 父母神情有些失落 他们说 是我们错了 血缘的联系是无法斩断的 我们从前不该忽视你的 小莹 原谅爸爸妈妈吧 他们说这话的时候 眼里只有我 曾经我最渴望的父爱母爱 被置于手边 可我拒绝的语气毫不留情 我不需要 我说 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 也不需要你们 过去的17年 我没有父母的照顾也依旧大了 日后我只会过得更好 在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 参与进我的生命里来 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故意这样的 这一次激动出生的人是妈妈 她拉着我的手 闪动着泪花的眼中 尽视哀求 小莹 你不知道当初 你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有多开心 我们恨不得把全世界 都当成礼物送给你 可你们没有珍惜我 你们还有了别的孩子 将全部的爱给了她 不 你们甚至也不爱她 你们只是沉浸于 抚养同事 遗孤所带给你们的 崇高伟大的感觉 你们只爱自己 伴随着我的声音落下 两人双双沉默 无可辩驳 许久之后 她们的声音再度响起 没有了从前的骄傲和笃定 她们用最卑微的语气祈求我 真的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 前阵子 我们明明也相处得不错不是吗 可话音刚落 一直在门外偷听的苏瑶 终于再也忍不住 冲进了房间中 开始撒泼和哭闹 她都不要你们了 你们犯什么贱 我才是你们女儿啊 她坐在地上开始哭嚎 场面再度混乱不已 望着这个被养坏了的女儿 父母的面上满是疲惫 从前她们为了不落人口时 被说苛代同事一孤 对着苏瑶一味放纵 如今她们也只能硬着头皮 将这个错误继续 这样的日子还会很长 她们将一直这样互相折磨下去 往后的人生里 每每看到一个 优秀又沉默懂事的孩子 她们就会被提醒一次 自己失去了什么 时 我去了离家很远的地方上大学 报到之后就彻底和她们断了联系 或许是还对苏瑶心存希望 她们开始守着苏瑶复读 母亲甚至辞了工作 专门照顾起苏瑶来 颇有些孤注一掷的味道 苏瑶也做出了保证 这次一定考出了好的成绩 不让父母失望 可一年之后 结果依旧不尽人意 苏瑶只考了230 连家附近的专科都读不上 母亲冲去学校质问 才得知在复读的期间 苏瑶和同班同学恋爱了 复读的时光本来枯燥又压抑 尤其是她还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是已在对方给出她一些 超出同学范围的示好后 苏瑶便毫不犹豫 如同非恶扑伙般陷了进去 而今她再度落榜 父母连责怪她的心思都没了 只是让她赶紧准备第三次复读 夜里 母亲又换了个手机号 给我发消息 期间道尽她的心酸与悔意 她后悔没有好好珍惜我 也后悔没有好好教育苏瑶 如今她连工作都失去了 生活更是变得一团糟 在每个难免的夜晚 她都在想我 想念曾经满心满眼 都是她们的优秀女儿 我看笑了 当初她们偏爱苏瑶的娇满任性 如今这份任性 伤到了她们自身利益 她们又开始怀念 我的懂事体贴 这样的人 我永远不会相信 她们口中的爱 及时抽身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十一 后来 苏瑶在第三次复读后 没多久就离家出走 跑去和男生同居 这一次 父母甚至没去报警 就这样若无其事地过了下去 可一年之后 苏瑶回来了 带着更加极端和癫狂的情绪 她像一颗定时炸弹般 赖在了家里 日复一日 折磨着我父母的神经 她不准我父母 再提关于我的事 不然就在家里发疯 可她越是这样 父母就越想念我 终于 在某一日 发现了母亲 一直在给我写信后的苏瑶 伸手将父母 从楼梯上推了下去 父亲撞到了脑袋 成了植物人 母亲倒是没多久就康复了 出院后 她坚持把苏瑶送进了监狱 再后来 我一路读言读博 轻云直上 再听到父母消息 是她主动联系了我 说家里还有东西没有给我 我本想不要了 但想了想 还是回去了一趟 如今再见到她 我几乎认不出来 这是我从前光鲜亮丽的母亲 她苍老得很快 并边有了白发 走路时 身形也有些勾搂 一见到我 眼神便亮了起来 上来 想要亲切地拉住我的手 被我侧身避开 忽视掉她 骤然失落的眼神 我直接问她 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 她拿出的是一张 有些陌生的奖状 那是我高三时 参加作文比赛的获奖证书 证书是在我大一那年 同作文元件一起寄回来的 题目上 方方正正写着几个大字 我的父亲母亲 那时的我在笔下 描绘着自己想象中的 深爱着我的父母 母亲聪慧温柔 父亲宽容仁爱 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家 她捏着这份 被她读过不知道多少遍的作文 泪流了满面 小鹰 妈妈现在知道 怎么当一个好妈妈了 你能再给妈妈一次机会吗 这次妈妈一定好好爱你 只爱你 不必了 曾经 我真的很希望他们能够爱我 可现在的我早就不需要了 我独立 有生存能力 懂得如何赚钱 也知道 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 照顾好自己 一直以来 我都是这么生活过来的 我不会感激他们 开门声响起 有道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 是苏瑶 出狱后 她依然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她如今没有文婷 还坐过牢 找不到工作 整日在家中啃老 看见我时 她微微愣了一下 随即一开眼 目光转向母亲 语气凶狠开口 老妖婆 还不快点去做饭 你想饿死我吗 我妈没有理会她 只是面带哀求的看向我 她希望留下我能再同她说说话 可我只是轻轻别开她的手 没有接受她的挽留 人各有命 是她们自己选择 将生活变成如今 这副鸡飞狗跳的样子 那就一直这样活在过去中 懊悔曾经 而我不一样 我会一直向前看 全文完